你知道吗?蜥蜴人其实是蜘蛛侠一手创造出来的 帕克是个物理天才 不仅自己研制蛛丝发射写和战役 就远父亲留下的衰变攻势也有自己的见解 这可是康纳斯博士用尽半生都无法突破的 但帕克却把父亲留下的攻势交给了他 而且还帮他完成了再神药剂 这让断毕的博士看到了希望 注射了再神药剂后让他突变成蜥蜴人 他的理性开始被兽性占据 最后他还想干掉蜘蛛侠 他来到了帕克的学校 帕克见状赶紧上前迎敌 一发蛛丝绊倒蜥蜴人 可在原谷种蜥蜴人面前 帕克的力量显然不敌 他被蜥蜴人一把扔进墙里 蜥蜴人用桌上的化学药剂做了个炸弹 爆炸过后 一只鞋子却砸到了脸上 原来蜘蛛侠趁机患上了战役 两发蛛丝回击 他趁机趴在蜥蜴人背上 不断用蛛丝缠住他的眼睛 两人从教室打到走廊 蜘蛛侠一把扯掉了蜥蜴人的尾巴 但蜥蜴人的再生能力太强了 瞬间就长出了新的 就在蜘蛛侠宁悬一线之时 格温及时出手吸引了注意 蜘蛛侠抓住机会狂放射 把蜥蜴人直接缠成了一个键 接着反手将格温丢出大楼 继续和蜥蜴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此时的老爷自身沉浸在 音乐的海洋中无法自拔 丝毫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动静 蜘蛛侠再次被摔在地上 等他回过神时 蜥蜴人已经悄无声息地再次逃跑 帕克则追了过去 还给格温打电话 让他去奥氏公司制作解药 没过多久 帕克就见到了博士的地下实验室 并在电脑上得知了一个恐怖的计划 他要用奥氏公司的奔射装置 把药剂散播到全城 让所有人都变成蜥蜴人 帕克赶紧给格温打电话 让他离开实验室 格温却说还有八分钟解药就做好了 然后就挂了电话 另一边 蜥蜴人一边往奥氏公司赶 一边向周围肆意地释放毒气 将周围的警员全部变成了蜥蜴人 与此同时 帕克马不停蹄地赶往奥氏公司 主要却在途中被警方的电击枪击中 摔在了地上 就在岳父摘掉他头套的瞬间 帕克立刻展开反击 把周围的警察全部打翻在地 但紧接着岳父的枪口就对准了他 当岳父知道帕克就是蜘蛛侠时 也是非常震惊 但帕克来不及解释 因为格温的处境非常危险 岳父听后只好放走了他 但却被一个公报丝绸的小兵打动了他 此时蜥蜴人已经闯进了实验室 但是他并没有伤害格温 而是拿走了喷射装置 直奔楼顶而去 然而帕克因为腿部中枪忍痛前行 距离奥氏公司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就在他交集万分的时候 树架吊车却突然焚在了空中 原来是大桥上被救孩子的父亲 叫来所有吊车司机帮忙 果然好人有好报 有了大家的帮助 帕克一路上畅通无阻 很快便抵达了奥氏公司 此时的格温也做好了解药 并把解药交给了父亲 蜥蜴人这边也将药集放进了喷射装置 两分钟之后 全城将变成动物园 这时帕克及时赶到 一脚踹飞了蜥蜴人 但自己也被抓住一起掉了下去 刚起身射出蛛丝又被蜥蜴人一把抓住 人出了大楼 帕克在空中射出蛛丝 像蜘蛛一样再次爬上了楼顶 可一番交手过后 蜥蜴人还是抓到了帕克 并且捏爆了他的蛛丝发射器 岳父一枪打爆了叶弹管道 帕克抓住机会对着蜥蜴人 就是一顿狂喷 在两人的默契配合下 蜥蜴人很快被制服在地 岳父让帕克去安装解药 自己则留下来拖住蜥蜴人 帕克拿上解药一路飞奔 就在这时 一旦耗尽 蜥蜴人的身体快速恢复 他无视盆子的攻击 使出一招黑虎掏心 接着直奔塔尖而去 在最后一刻 帕克不负众望地换上了解药 随后解药在天空散开 蜥蜴人逐渐变回了博士 被感染的警察也恢复了正常 但岳父却已经奄奄一息 临终前 岳父终于认可了帕克 但他也告诉帕克 身为超级英雄 他会不断疏 这会让他身边的人受到伤害 他希望帕克不要把格温牵扯进来 尽管帕克不太愿意 可他还是答应了 后来在岳父的葬礼上 帕克却只能躲在角落 随后他忍痛向格温提出了分手 但格温非常聪明 他猜到肯定是父亲为了他的安全 让帕克做了保证 看着格温远去的背影 他可没有说话 因为他很清楚 只有这样才是对爱人最好的保护 成为英雄从来都不是选择 而是一种责任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